大家好 欢迎来到书画大观园 今天给大家介绍 明代边景昭的百合图卷 卷本设色 纵45厘米 横415厘米 收藏于四川博物馆 边景昭 生族年不祥 自文尽 明代宫廷画家 善画花鸟 笔墨成南宋怨体 其作品工整清丽 笔法细紧 肤色浓艳 富贵高雅 传世作品有 三有百琴图 双鹤图 春琴花木图等 此图笔墨精炼 色调明快 绘白鹤进百枝 皆单顶白毛 黑尾长腿 或空中盘旋 或水中嬉戏 或伏地七夕 或飞鸣灼石 或疏意礼毛 神态各异 莫不栩栩如生 各真奇妙 鹤群七夕之处 鲜花绽放 松树求尽 水流奔腾 胡石耸立 群鹤和睦 情景融融 这幅画 就介绍到这里 请欣赏 完整作品 音乐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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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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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